第38題,氣渣鍋就是運用超高溫的熱風加熱來烘烤食物 並在烘烤的同時逼出食材本身的油脂 進而達到油炸食品相近的口感 推測熱傳播的主要方式為 我們從我們前面的敘述當中 我們就可以看到他說了 在密閉的空間內進行高溫烘烤 讓測空氣在食物周圍循環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圖示裡面 可以看到這邊就是一個熱對流的狀況 所以呢我們的主要的傳熱方式呢 應該是所謂的對流 第38題問我們說 推測熱傳播的主要方式為 我們答案選的是B 對流